Hello,大家好,我是野貓 今天我們要玩一款遊戲 它是在HIO上面找到的 然後它叫文森 梅爾斯的秘密 其實我之前是有玩過它的第一章 但是頻道沒有了嘛 所以我的全部記錄都沒有了 那我們就重新玩這個遊戲吧 GO! 注意! 本遊戲含有正理一下元素、閃爍的圖像 以及其他微恐怖的身份 請對此類元素不適者亮麗而行 好 是截圖?可以截圖 推進 喔好 親愛的M先生 我們遇到了一個棘手的問題 正如你之前所測的 那個女人還活著 我們 尋找已久的那樣物品就在她身上 請讓我知道您接下來需要我們做什麼 非常感謝您最爭執的追擊者 今晚10點 老地方不見不散 好 好 好 一切準備就緒 等待您的指令 開始遊戲 開始遊戲 有人說 人的性格 從他們的經歷而來 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如同一張白紙 而生活裡的每一件事情都在不知不覺地改變著我們 哪怕是幾天起床、買幾杯咖啡 又或者是像哪一班公車 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平常小事 實際上都在悄無聲息地影響著我們 而當一個人失去他的記憶時 他也就理所當然地失去了他的性格 那麼 當一個人獲取了並不屬於他的記憶時 會發生什麼呢? 我們也很想遲到呢 頭 頭 頭好痛 我睡著了? 多久了? 我忍著頭痛從床上坐起來 我…我是在哪兒?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間我從未見過的裝修豪華的臥室 發生了什麼啊? 我試著回想起發生的一切 但是…我什麼都想不起來 手機?我的手機? 我把手伸下了我的口袋 但是口袋裡卻什麼都沒有 要命喔…這可怎麼辦啊? 昨天晚上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到底怎麼來到這裡的? 先到房間你看看吧 說不定有什麼線索 右上角可以結束 喔好 穿口 窗外異常的平靜 我只能聽見樹葉的沙沙聲 放眼望去 窗外全是成片的森林 窗外的風景 牆上零零碎碎掛著一些現代藝術作品 這是…一本旅遊指南 我隨手翻了幾頁 裡面印著各式各樣的景點介紹 寫得十分詳細 好… 就…就只有… 四個可以按嗎? 一床床罷了,不過躺起來非常舒適 嗯… 所以是這樣嗎? 好吧 調查完成 在房間裡巡視了一周後 我從抽屜裡拿出了那本旅遊手冊 並打開到最後附路的一張地圖 從房間裡的線索來看 我現在正身處… 我怎麼知道我在哪裡啊? G3? 欸不是 啊我剛剛沒有看,我忘記了 那個…那個地圖我沒有注意 居室… 居室地區 床頭櫃裡的這一本旅遊指南 應該是主人… 特意為住宿的客人… 我所準備的吧 床頭櫃裡的這一本旅遊指南 那麼看來,我現在一定身處在居室地區 不過,居室地區可不是一個小地方啊 要真想理清我現在所處的情況 我還得找到更加仔細的定位 對… 那麼…我會在居室地區的哪裡呢? 他說是比較樹齡的地方嗎? 就這裡啊… 好… 之前從窗外… 望出去時 我只能看到一望無際的樹林 根本就沒有市區該有的喧鬧 除此之外,我也完全沒有看到任何高樓的蹤影 所以我也應該不是在市區的某個公園 那麼… 能有如此無人生的氣氛和綠化茂密的環境 應該也只有居室的郊區了 居室郊區? 我是怎麼來到這裡的啊? 什麼都想不起來的我 越發越感到困惑 這時 房外傳來了腳步聲擋到了我的思緒 似乎有其他人在這裡 我該出去看看嗎? 多存檔 那我們先出去看看好了 可惡 我好痛 但是… 繼續待在這裡也不是辦法 或許外面的人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翻下床 靜止走向門口 我看著我 房間外的大廳一片漆黑 在黑暗中我能夠隱隱約約地勾…出… 眼前是一個吧檯的輪廓 我手摸的下巴 我手摸下巴陷入了思考 我在吧檯喝得爛醉 隨後… 昏睡不醒 可能性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不過… 看這房間的樣子 這地方也不像一間酒吧吧 要我說的話 這地方更像是某個人的住處 我會在誰的家中呢? 我好無頭緒 欸? 突然… 我聽到背後傳來一陣驚天動地的腳踏聲 是誰? 為什麼要鬧我這麼大的動靜? 我慢慢轉過頭來… 這… 這是什麼? 回過頭的我 看到了一張半邊被撕裂的鮮血淋漓的臉 臉上的每個洞孔 他的眼睛 他的嘴 都緩緩地流著 粘稠的鮮血 但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他唯一留下… 的… 掛在臉上的笑容 是個… 極其扭曲且不自然的詭異笑容 我連盲退後幾步 我才看清眼前這個不成人形的怪物 他渾身流著鮮血 隨時都能閃下 揮舞著爪子 他發出了痛苦的聲音 並開始向我逼近 我該怎麼辦? 逃離這裡 欸? 快…快跑 我得趕快離開這裡 我連盲轉身跑了起來 而萬萬沒想到 這個房子比我想像中的遠遠要大 加上大廳裡一片漆黑 很快我便失去了方向 我的頭依舊劇烈疼痛著 我感到四肢無力 我聽著背後急出的腳步聲連連逼近 哎呀 死掉了 Game Over 試圖攻擊 哎呀 哈哈哈哈 得趕緊想辦法攻擊他 水手抄起了身旁 不知什麼東西 向他砸了過去 但是我的頭依然劇烈做痛著 我根本使不出力氣 他看起來好法無傷 哈哈哈哈 Game Over 跑回臥室 以我現在的身體狀況來看 我根本抵不了這個東西 還是先躲起來的好 我連盲跑向之前的臥室 並轉身把門鎖了起來 我屏住呼吸聽著那個怪物 捶打著落室的門 他好像放棄了 我似乎安全了 我鬆了一口氣 但是 我好像被困在這裡了 怎麼辦 我心靈很是苦惱 啊 我的頭 還是好痛 我還是繼續睡會吧 等我醒來 頭痛好些了 再想辦法離開這裡吧 說吧 我便又躺下身子 鑽進了被窩裡 不知何時 我就又陷入了夢境 現在幾點了 不知睡了多久的我 再次迷迷糊糊的睜開了眼 我看到一個身影坐在牆頭 雙眼直直的瞪著我 你 你 你是誰 看到我緊張的神情 那個傢伙笑了起來 哈哈哈哈 放輕鬆點小寶貝 我只是被公館主人派來看著你 以防你四處爛跑 公館主人 我在一間公館 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啊 你又是誰 我保持緊密的看著眼前這個可疑的人 我? 我的名字是維克多布萊克 是公館主人的朋友 眼睛下來後 我仔細的瞧瞧瞧眼前這傢伙 他身穿禮服有著一頭鮮豔的紅髮 他身穿禮服有著一頭鮮豔的紅髮 但最令人 注目的是他 非同尋常的雙目和手臂 這些是 機械一隻嗎? 至於你為什麼會在這裡 我也很想知道呢 所以說 他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在這裡嗎? 接下來我該怎麼問他呢 公館的主人是誰? 嗯? 他的名字是文森 愛奇福斯 怎麼說呢? 他是個讓人摸不清頭腦的傢伙 有一些可愛但又異常危險 不知怎麼 感覺這名字聽起來蠻耳熟的 你剛剛一直盯著我睡覺嗎? 是啊 看你吃得那麼香 我都有點羨慕呢 不知道為什麼 感覺有點害羞 哎喲 你的眼睛和手臂怎麼了 他突然變得有些沉默 只能說生活裡總有一些事情是你無法控制的 是吧 他微笑顯得有些無奈 那個怪物是什麼? 怪物? 他看起來有點疑惑 讓我猜猜 你是在說人偶吧? 人偶? 而且還不只一隻 不必過於緊張 他們只是紋身的寵物罷了 寵物? 不必過於緊張? 能玩一餐你把我當成晚餐吃的 啊 我問了 即使他也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也沒什麼好說的 既然如此 那麼我就先走一步啦 我掀開被子從床上翻了下來 替我謝謝 愛奇福斯先生 給了我這麼一間房間讓我休息 說吧 我便朝臥室的門走去 蛤? 你這是要去哪? 維克多歪著腦袋好奇地看著我 去哪? 當然是回 回 我扶著門把的手 突然變得有一些僵硬 我 是要去哪? 我的家 又在哪裡? 我這才意識到 原來 我不只是忘記了昨晚發生的一切 原來 我失去了我所有的記憶 我一定要想看看 陪你去哪一切 我會讓你這個家裡 我看你 你會讓我去做不定